据人民日报海外网3月3日报道 近日印度军队在猎城进行演习时发生事故 一辆坦克掉进了壕沟 导致坦克内的一名士兵被压在坦克下死亡 据印度时报3日报道 这起事故发生在2月27日晚 死亡的是装甲团士兵维克拉姆辛格 辛格的家人对媒体表示 我们通过电话得知 在一次例行演习中 他乘坐的坦克掉进了壕沟 还因此受了致命伤 我们完全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印媒介绍称辛格被压在坦克下死亡 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印军演习事故频出 且往往是致命性的 综合多家印度媒体刊发的消息 当地时间2月23日 在长茉地区一个野战靶场 当时印军正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训练中一门105毫米火炮的炮管突然爆炸 飞舰的碎片击中了包括 炮手萨扬高西在内的三名士兵 印度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致命炮手受了致命伤 最终引伤是过重死亡 另外两名士兵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 自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 印度一直在努力改善其国产武器装备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去年 发布的国际武器转让数据显示 2015年至2019年 印度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额的9.2% 排名第二 尽管如此国产武器装备 在运军中列装比例极低 而且东平吸凑而来的国产武器装备 还给印军作战训练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军事专家张兆忠对此表示 印度武器的万国帽难摘